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来西亚形式我叫做《难得一家亲》 由一个很软弱的小女孩慢慢跟着嫁人 哭到鼻水出的时候 观众就是喜欢 拿过世界的最佳女主角 因为拍一部电影《初恋红豆兵》 入围亚太影展的最佳女配角 觉得自己都挺幸运 一直拍戏的时候 都跟灵界的东西很接触 所以就一直依赖着拜神 父母 有什么事就要跟我妈说 我去这三份拍戏 不知为什么回到家 经常觉得有个男孩站在床边 他摘着自己的身 要帮自己做爱 曾经去马来西亚拍过一部电影 那间酒店是百多年历史 櫃里面有洗褲 我一进厕所 就一路的面开始苍白 感觉到好像有一个灵体 冲进我的身体 那段时间我就找很多师傅 在这边拜 那边拜 那边拜 很不开心 在一个晚宴移到阿波 他在演唱会的二乐界里面 都是一个大哥 他就鼓励我去教堂 去到教堂 我看到身边的人都闭上眼 打开手 然后我就跟着 远远看到一个光 看到一个耶稣的样子 站在十字架的前面 那我就觉得 啊 为什么这里这么舒服 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不如我学一下怎么祈祷 耶稣啊 我很害怕 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带我做 睡到两点多三点 每一晚都是这样 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你家里有些偶像的东西 你不可以要 我根本都不记得了 有些东西放在那边 甚至试过一次六点钟 他跟我说 你想找那张师傅的照片 其实是在你放相簿的架 就陷入去打开櫃 真的看到一张 以前就是那些师傅的照片 这个神 这么真 这么末 以前的那些拜拜 原来都是欺骗你 你都靠不到你自己 最清楚的就是你 原来我爱找的就是你 很感恩上帝选了我 这一生人所发生的事 我见过经过的事 甚至我认识耶稣 将来我所行的路都会靠住主 就会得胜 我希望这个信息 可以带给更多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